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今天台股漲還是跌 當然是跌 可是美股 NASDA 會成半導體都還在創新高 台股為什麼跌 我不斷提醒各位 沒有主流 各位開始想 台股如果說要公萬點 我不斷提醒各位 就是要開台積電 但是台積電從679到今天 今年一月初 一月中旬的時候679 那到現在679就不會過 為什麼 因為外資在這段時間賣了36萬張 所以台積電很好 可是當外資沒有回頭買半導體以前 我認為台股都在這裡震盪 那這個橫盤真的會出標股 我們來看最弱勢的標股好了 看電腦 來 高端疫苗 是不是最弱勢 這是最弱勢的 今天漲停 什麼叫最弱勢 它是全市場所有人幾乎 我看高端被打的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我一直在思考說 你如果要在股票市場賺到錢 你一定要逆向思考 什麼叫逆向思考 我相信每個人投資做股票都會 都知道嘛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大家講好的股票你不要去買 大家看不好的股票 你要特別留意 那大家看不好 我說的看不好是 不是基本面看不好 而是有些特定人 譬如說台灣好了 台灣有一群人 專門在打擊台灣的生技業 他不想讓台灣的生技業冒出頭 為什麼 因為他怕台灣的生技會 會跟台積電一樣 因為台積電現在已經變成 變成它是一個戰略 很重要的戰略的一家公司 因為包括美國 你看F-35 F-35應該懂一點軍事 F-35就是戰鬥機 它的晶片你要用到台積電 講到F-35 有多可怕 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們現在改裝F-16的升級 F-16V 升級本來是F-16AV 那美國F-16CD 那個已經很厲害了 那個飛機已經很厲害了 那全世界要跟F-16比的 那個也沒有多少 連蘇2的戰鬥機要跟F-16比 都已經比不上了 F-35有多可怕 因為他也不會賣台灣 因為台灣 你賣台灣就好像 賣台灣 台灣搞不好又外洩了 因為美國曾經做過所謂的 我們叫做演練 演習 一台F-35 0比19 一台可以打掉19台的F-16 F-16 就是我們現在國進的主力F-16 一台F-35可以打掉19台的F-16 所以你說台積電 台積電精密到 變成美國必須要台積電去 那個美國設廠 甚至也要到日本設廠 所以有人就怕台灣生機業起來 所以有一群人是專門在打擊生機業 反正他不管生氣而起就打你了 所以我說你如果立場思考 我不斷地提醒各位生機 如果你懂的人 或者你有資金你不急的人 兩三年後可能 你會在生育股裡面撞到暴力 我們先講他高端疫苗 他是最弱勢的 你看從417打來這裡 不過你從技術線眼看 這真的是兩個大敵 是不是打了大敵 今天漲停本 也就是你看這一支漲停 幾乎這一天回到這一天 也就是在這一天以後買的人 幾乎都是賺錢的 這一天 對不對 10月 現在已經11月中旬了 這等於將近2個月的時間買 高端的人都賺錢 然後今天外資也是買超 我們看一下外資好了 看電腦 看手機 647 看到 高端疫苗 外資買347張 另外不是只看高端疫苗 還要看 因為高端疫苗 另外誰在組裝的 誰在幫他代工的 來看這裡 台康生技 今天外資買812張 台康生技 我們看台康生技 台康生技 今天幾張 成交量幾張 2011張 外資買了800多張 就 將近一半是外資買走 可是他也沒怎麼漲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又回到我說的 藥花藥 我們看藥花藥 藥花藥今天很強 雖然漲停打開來 雖然漲停打開 可是尾盤還拉上去 我們來看藥花藥 這是上上禮拜五 108 好 那他引出了大驚奇 一支漲停 108 兩支漲停 而且都買不到的 三支漲停 買不到的 四支漲停 買不到的 對不對 然後五支漲停 買不到的 今天打開 可是我認為他沒有結束 這是他的歷史高點213 他也不過才六天的時間 今天最高已經189.5 而且我認為他今天是很徹底的換手 而且成交量只有8100張 來看這看回來 藥花藥的股本是26.3億 也就是他總共有26萬3000張 今天也不過8100張 那叫什麼 還是安全的股票 除非他的股本 Round了 最Round了 我們說Round了 譬如說他26萬3000張 今天超過26000張以上 那可能還有餘力 可是他今天只有8 今天是怎麼買 怎麼買都可以的只有8100張 也就是我認為他就換手 我還是認為 213他可能會過 理論上要過 因為從他長眼的基本面來看 他會過 我剛剛給各位看的 高端疫苗 因為澳洲 目前為止澳洲 應該也會同意給他EVA 給高端 所以這種東西是 不是打嘴炮了 這種東西是要人命的 你要不斷的去驗證哪些國家願意給 那高端其實對台灣來講 它是一個象徵的意義 假設未來的高端 譬如說很多國家都同意EVA 甚至給藥證了 那當然最後的 最懶的是FDA 就是美國 如果美國同意 我告訴你 台灣的生技股會 一會衝天 有人掛不到錢 怕什麼 好 那再來就看我們股票 我剛剛講說 我說台灣就有一千人在打擊生技業 你不相信 其實有時候我代言會很做生技股 有時候真的很無奈 你們都不挺我 我自己一個人孤精混戰 對不對 我們先看 這今天 看今天 你看到今天 昨天的收盤 禮拜五收盤231 好 現在是9點14分的時間 9點14分 好 來看這裡 236塊有452張掛在這裡要賣 236喔 452喔 236塊掛452 各位會算嗎 這1億多啊 這1億多 我說我們一般善良的投資人 我們叫善良的產物好了 請問你的戶頭可以做1億嗎 而且他能 他掛1億多 1億多不是他的戶頭只做1億嗎 那戶頭可能是做5億 可以做10億的那種戶頭吧 他都可以掛1億多了啊 那代表說戶頭不是只 單天不是只做1億 可以做2、3億的 那我請問你 會做 會有錢 戶頭有這麼多額度的人 是不是有錢人 是啊 可是他機心剖測啊 對不對 講不好聽 這種人應該 未來要有報應了 為什麼 你要賣嗎 你要賣嗎 你真的要賣嗎 我剛才講喔 你以後LPD就不要走 對不對 你不要走啊 哪有今天收盤呢 他真的壓下去喔 要450 236塊這裡 9點14分這裡 真的把他壓下去喔 真的把他壓下去喔 真的要賣嗎 你認為他真的要賣嗎 把他壓下去以後 尾盤 其實最高來到251.5 快接近漲停 當然尾盤收到243 236要賣嗎 他故意把他壓下去 把他壓下去啊 我說 做生技股 除了要面對很多的牛鬼蛇神以外 還要面對很多對台灣不友善的人 這些人就是對台灣不友善 你如果要賣你賣嗎 那你不是要賣嗎 再看一遍 這4502張沒有賣耶 看到要買趕快就抽走了 下來以後上來 就趕快抽掉了 不敢啊 就抽掉了啊 所以我說做生技股有多辛苦 來回頭看這裡 我也教各位 這是在上上禮拜11月11號的時候 我說 長勝很簡單 他只要出現買進去 你就不用理他 他會到哪裡 我會帶你出場 我們就在來回做價差 好 那到今天 這個都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190是在這裡啊 對不對 今天最高已經來到了251.5 收盤243 把它算一算 最簡單的啦 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50塊 有50塊吧 195 243 194 231 203 251 50塊吧 你 你 你不會怕 再看影片 我不相信你不會怕 假設你有股票的人 你早上 來 9點14分 今天大盤是跌 9點14分的時候 有一個人掛452張 236塊要賣 你不會怕 如果你不是我的會 你在這裡啊 我說 他掛在這裡要賣啊 你可能不是我的會 你就在這裡 黃色我畫的這個區塊裡面 你就賣掉了啊 你賣掉以後 他就拉給你看啊 我們收盤就好了好不好 236 算 236以下嘛 243 這樣多少 最少 你往下賣 最低賣到231啊 有沒有 因為他開盤是235.5啊 最低231平盤啊 那把它整數啊 你不是我的會 你 你隨便賣一張就少1萬啊 你賣個10張就少10萬啊 我問你 我常常跟我的會員講 你合約到了 你就續約 你如果 如果很小氣 你不續約 你在黑板書的 比較多 你在黑板書的 我幫你守住的 我幫你賺的 絕對比你在黑板書的更多嘛 我可以幫你賺的更多啊 可是你在黑板書很多 那這個來回 兩個來回的價差 腳會會多很多啦 你這個來回 你只要抽一小部分 來繳會會就夠了啊 你覺得黑板書 黑板書整棟的 然後繳會會一點點 你再計較 我說你不是我的會 你今天一定怕嘛 怎麼不怕 一定看到這裡 而且他也有漲 他不是沒漲啊 來 從我告訴你開始啊 這194啊 195啊 有沒有 這樣已經漲多少了 漲40塊了很多好不好 漲兩成了呢 是不是漲兩成 195到236 有沒有兩成 40塊有沒有兩成 兩成漲兩成了 你一定看 哎呦 漲兩成了 兩成是什麼意思 兩支停板啊 你就漲兩支停板了 你不會怕 哎呦 坦坦坦走喔 有人說哎呦 你不受到會員啊 結果呢 結果是這樣子啊 然後尾盤拉上去啊 算盤243啊 我說你只要有六七二常識的人 我們是自己人吧 我們自己人啊 我一個月燒兩百萬節目會 我都不怕啊 你怕什麼 我只是會帶會員來回做價差而已嘛 我們只是會來回做價 因為不得不做啊 為什麼 因為他的利多提彩還沒來啊 那我比給你看 有賣出信號一定會有買金信號 未來一定會有出現賣出信號 會在哪裡而已 到時候再帶你出場 然後下來再接 一路上做到什麼 做到他的利多出來嘛 他的提彩出來 他的提彩出來 他的提彩出來就像 一華耀一樣嘛 來 當他提彩出來的時候 有可能就這樣子嘛 當常識的利多提彩出來 可能就這樣子嘛 你在這裡一定很難熬啊 這段時間我幫你 我帶你做嘛 這一段你才能賺得到嘛 聽到嗎 要不要參加會員 要就現在打電話 趕快打電話 因為等一下我要講的是 既然生技股在動 我說高端疫苗 澳洲已經同意喔 原則上給他EUA 那當然還要一個過程 澳洲第一個說 那你可以來 就是試出好意 你可以來申請EUA 那代表什麼 生技股要動 我說成也是高端 敗也是高端 為什麼 來再看一遍 因為高端從417這裡下來 其實整個生技股都很慘 都很慘 都很慘 除了 藥環藥已經領先衝上來以外 所以我說藥環藥是個 你看藥環藥是個領先指標 他跟高端是不是走的不一樣 是不是 這高端啊 你隨便哪一檔生技股都沒有 都是這種 譬如說我6712長勝也是這樣子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那藥環藥已經上來了 好等一下我講 既然疫苗高端已經上來了 其實台灣還有更厲害的 糖抗體 那我們等一下講 收集一下再回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8點到10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菲飯商業台 菜經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今天的高端拉涨停 今天其实生计股有很多大涨 那涨最快的领头氧药花药 今天如果严格来讲是第六支涨停 那我们看来 那我请问你 这是11月12号上上礼拜五 你看到的药花药 看到这样子你敢买吗 各位 12月11月12号 你敢买吗 有很多人看到生计股就怕了 不要说想买 而且要啊要有很多利空 好 结果上个礼拜一 他出了一个利多题材 拿到LDA的核准 也就要证 那这里面我讲过很多遍了 你看到的 礼拜五在这里 你礼拜五以前你没买 再来就买不到的嘛 你看108 再来就买不到了 108 118.5礼拜一 你会不会想说 如果手上你原先有买的人多好啊 礼拜二 对不对 你也买不到了啊 礼拜三也买不到啊 礼拜四也买不到啊 礼拜五也买不到啊 今天终于打开了啊 打开了我相信很多人更不敢买 涨停板你不买还好吧 可是打到164这里 一定有很多人不敢买 这个叫 这个什么叫做现买现赚嘛 164到181啊 而且我认为他还没有结束嘛 为什么还没有结束 来 先看他题材好了 我说 他有7年的独占权啊 7年啊 再来一个人 看病一个人像500万啊 台币哦 不是美金台币一个人 一年啊 那总共有16万的病人啊 益估有10万人会看啊 我比如说10万人 我说1万人嘛 1万个人 然后500万等于就是5 这多少 这是500亿啊 500万的1万人就是500亿的营收啊 一年啊 那如果是500亿的营收 你告诉我 我常常在讲喔 像药华药股本26点多亿 我们算25亿啊 他如果真的是按照报纸的解读 他一年可以做500亿的营收 那股本只有25 26亿多啦 25比较算 那等于一个 可以做股本的20倍 营收啦 我说台积电 台积电营收很大吧 他也不过做股本的5倍 台积电啊 那药药如果是按照这种报纸的解读 他可以做股本的20倍 那股本的20倍 各位去算喔 通常喔 这种药都会比 半年经典代工的毛利率还高 那股本的20倍 代表说他可以赚10个股本 那10个股本 EPS是100块 那 我刚才说的100块是他 只收1万个病人 可是他的子公司沽 他可以收10万个病人 要不要美国子公司市场研究啊 他的目标是10万人 那也就是如果我估他是 假设他只有10% 就是100块EPS起跳 那如果集到最多 就EPS1000块 那你告诉我 EPS100块跟EPS1000块的逻辑是什么 你讲 100块可能EPS100块的话 股价应该1000 那EPS如果1000块的话 股价应该1万 你会这样想吗 一定要想这个 可是我想的跟你不一样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算 会不会啊 有没有啊 都想这个 我的想法是 你没有去行动 你没有去买 就算 就算他赚500块跟你有屁事啊 你也是在那里面 撞去 撞去掌庭 然后财产还是 运气较好 你算3年 你参加10个脱口老师 几年就结束了 搞不好1个月就结束了 你参加3个老师 可能给你算1年了 你每个都脱口老师 参加你1个月就结束就没钱了 那儿唱那儿唱 以及我常常在讲 大部分的散诺到就都输嘛 早输晚输你都要输光啊 我在讲一定有人不满意啊 看到我在这样讲一定很生气 我哪有很慢 真的吗 你真的那么厉害吗 我常常在讲很厉害的人 不会看这种节目 一点半说法没有人看啊 那个赚钱的人不会看投顾节目 赚钱的也不会参加会员 为什么 他就会赚钱 他参加投顾节目要高钱啊 怎么你就赔钱了 你又缴那种 你让他输得更快的 以及这样你就做一档 我常常我动不动就拿一档一档 给各位去看 你手上也有很好的股票 你做那一档就好了嘛 那不是吗 只是你不懂而已嘛 你不知道哪一档而已嘛 为什么你不做一档 为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 你有没有自己去 好好地思考 你是怎么了解 你早来早去嘛 贪的贪一点了 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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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 其实我像这种大行情 这种大行情 你没有赚到钱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我说搞不好只有 到明年就结束了 你要这种大行情 可能要两三年 所以为什么我就拿要来要 我说还没有下一档要来要 108块 你看到108 来 108到今天才几天才6天 我用收盘 108 181 6天而已 而且我认为它还没有结束 我认为它可能都会够 好 那重点呢 我说其实要还要 我也不敢买 真的我不敢买 因为我 我们有一个标准 因为它有跟瑞士药药产有关施 所以不敢买 那其实有时候想想应该要买 为什么 因为国外会就有2万2千张 有什么好怕的 反正国家有的 有什么好怕的 好 那就再找一档比它更好的嘛 来 中央研究院 跟国家有 其实有6万张 三分之一 这个钻石生计就是富邦董事长有3万5千张 蔡明星私人有3千多张 他总共有3万8千张 我常用这种逻辑 各位你如果很厉害 有头脑的人 你会去想 因为国家不会经营嘛 就像台积电以前一半 惠利浦一半 政府一半 惠利浦一半 都没有经营 都是委托张董事长经营嘛 这家公司政府三分之一 那一定要有比它更多的人 点点点我不讲了嘛 就这样子嘛 他只有3万5千张 这里3千张 3万8千张而已 那政府就有6万张 那6万张比3万8千张 还要多少 还有2万2千张嘛 2万2千张现在市场上流动了 只有1万8千张嘛 差不多10%而已 其他就在这些研究人 专利发明人身上 所以 所以我说他为什么一直要跟他们买 可是对不起 买不到的时候 叫人家转给他嘛 所以他这里收购啊 收购1万6千张啊 有没有 9月份啊 1万6千张就在这里啊 这里第一任董事长也要啊 要1千张也在这里啊 这里叫 这里差不多75嘛 这里也叫75 以今天来讲是76.7嘛 这里的价钱 我说有时候想一想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啦 我说 如果一个大财团很有钱的 那种超级大财团 要就是你买块地啦 旁边有块小的地你要不要买 你价钱跟他一样就好 不一定要比他贵 跟他一样就好 你要不要买 我们买我们坦呢 就这么简单而已嘛 再看一遍 在这1万6千张 这里1千张嘛 股价今天794嘛 好再看一遍 这里叫100 我每次都要点他 这里叫100 有一天 当发现有奇迹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打电话来参加会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